夏天的时候你给自行车打气不能打得太足 否则在阳光的暴晒下容易暴胎 这也说明温度升高时 车台内气体的压强增大体积膨胀 再把一个充好气的气球放入液氮中 会看到气球马上变扁 这也说明温度降低时 气球内气体的压强变小体积收缩 在这两个例子中 我都用温度压强和体积来描述气体的状态变化 事实上这三个参量正是气体的状态参量 对于一定质量的气体而言 如果这三个状态参量都不变 咱就可以说气体的状态不变 但如果有参量变了 那气体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 那这三者间会不会存在一定的关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 比如对于一定质量的气体 在温度保持不变时 其压强与体积变化时就存在一定的关系 但可以称之为等温变化 这个视频我就通过实验 带你研究气体的等温变化 先看看实验装置 咱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一段空气柱 用橡胶三把下端的开口密封起来 就可以认为空气柱的质量不变 那你上下抽动处三 就可以改变气体的体积 注意这里空气柱的体积不能变化太快 这样就可以认为它的温度 基本等于环境温度 看作是等温变化 然后你通过旁边的刻度尺 可以读出空气柱的长度L 用它呈上底面积S 就能抽出气体体积位 另外从上面的压力表 可以直接得到气体的压强P 实际操作后你会发现 空气柱的体积越小 压强反而越大 难道压强和体积呈反比 咱不妨把得到的数据画成图像 以压强为纵坐标 以体积的倒数为横坐标 用实验数据描点 发现它们都位于过远点的同一条直线上 看来压强和体积的倒数成正比 也就是和体积成反比 总结一下 就是一定质量的某种气体 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 压强与体积成反比 咱可以表示为这样 或者表示为这个公式 其中C是一个长量 到这儿咱就得出了气体等温变化的实验结论 最后补充几点实验的注意事项 第一 为保证温度不变 气体体积的改变要缓慢进行 如果操作太快 就不是等温变化了 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第二 助餐要事先涂好润滑油 就是这个位置 来保证装置的气密性 第三 实验过程中 不用手接触注射器的源头 如果你用手握着它 那其中的气体 就会从你温暖的手中吸收热量 温度升高 那就不是等温变化 第四 读取空气柱长度时 实验要与刻度线相平 以减小读数误差 好了 就说这么多 现在你快去做练习吧